2003年,美国率领联军发起了震撼全球的伊拉克战争 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 这场战争的动机引发了全球无数的质疑和争议 美国官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 以及铲除恐怖主义 然而,战争过后,美国并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 起初人们普遍认为 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 幕后动机是要对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进行控制 毕竟石油是全球经济的命脉 控制伊拉克的石油 无疑对美国的人员安全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战略资源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秘密被揭露 一种极具争议的理论浮出水面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目的 可能不是为了石油 而是为了控制伊拉克地下隐藏的星际之门 这座传说中的星际之门 据说是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神秘装置 能够链接地球与其他星球 甚至使链接更高的维度 进而掌控无法想象的力量 美国及其盟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 夺取伊拉克地下隐藏的这个星际之门 防止这项技术落入敌手 尤其是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手中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科幻小说式的阴谋论 还是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情况 我们不妨大胆地通过考古学 神秘传说 历史事件 以及政治分析 探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与星际之门之间的关系 来揭示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假设背后的真相 伊拉克位于梅索布达米亚平原 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这里曾孕育出诸多古代文明 比如苏美尔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 以及亚素文明等诸多古代文明 这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 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系统 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结构 并且通过多次考古发掘 也发现了大量的苏美尔人流向的七型文字文献 这些文献中提到了许多关于苏美尔的神话故事 这些神话故事常常提到一些神秘的通道 这些通道被认为是通往众神居住的地方 或是通向其他星球的入口 特别是苏美尔人所敬拜的阿努纳奇 他们被认为是从天而降的神明 拥有超越人类理解的科技和智慧 苏美尔文明中的阿努纳奇传说 在神秘学和外星学中有广泛的影响 许多神秘学专家都认为 阿努纳奇实际上并非神明 而是来自外星的高等文明 他们通过某种装置从另一个星球来到地球 这种装置可能就是所谓的星际之门 阿努纳奇来到地球后 与早期的人类接触 从而影响了苏美尔文明的兴起 并且早就有传言称 萨达姆因在执政期间 一直对伊拉克古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特别是苏美尔和巴比伦时期的遗产 萨达姆不仅大力修复了许多古代遗迹 还资助了大量考古项目 以恢复伊拉克作为古代文明发源地的荣耀 并且萨达姆多次公开表示 他认为自己是古巴比伦国王 尼布贾尼萨二世的转世 他的统治旨在恢复伊拉克在世界历史上的辉煌地位 然而萨达姆对这些遗址的兴趣 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国家形象 一些传言指出 萨达姆可能了解到 某些隐藏在伊拉克地下的古代科技和神秘力量 特别是在乌尔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有迹象表明 萨达姆对那些与星际之门相关的传说尤为感兴趣 据传言 萨达姆的考古团队在乌尔城的地下 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遗迹 这些遗迹被认为与星际之门密切相关 伊拉克的乌尔城遗址位于伊拉克南部 是苏美尔文明的重要城市之一 也是该文明的象征性文化和宗教中心 这座城市以其宏伟的建筑而著称 特别是著名的乌尔大塔 这是苏美尔建筑的巅峰 被认为是苏美尔文明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 乌尔大塔的设计也极具象征意义 其阶梯状结构代表着人类通往天界的途径 这种阶梯式的塔形建筑不仅在宗教仪式中占据核心地位 还反映了苏美尔人对神灵的崇拜和对天界力量的敬畏 乌尔大塔的结构与圣经中的巴别塔有许多相似之处 巴别塔的故事记载于《创世纪》 讲述了人类试图创建一座直通天纪的塔 以显示他们的力量和智慧 最终因激怒了上帝而被迫放弃 乌尔大塔不仅是建筑奇迹 它在苏美尔人的信仰体系中更是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 塔顶的神庙被认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 祭司通过各种仪式与神灵交流 苏美尔人相信通过建造这张塔 他们能够接近神灵 获得天界的智慧和力量 然而乌尔大塔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宗教仪式 一些学者指出 乌尔大塔可能也是苏美尔人试图与宇宙中的其他存在的文明 建立联系的工具 塔的多层结构与建筑方位表明 苏美尔人可能拥有对天文学的高度认知 并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天体观测 甚至可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与外星文明交流 更是有消息传出 就在乌尔大塔的地基内部 萨达姆的考古学家们 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结构和遗物 这些东西与典型的宗教建筑不同 具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 例如复杂的几何排列和奇怪的符号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 在某些地下室或封闭的空间中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类似于机械装置的遗物 它们看起来不像是宗教仪式的用具 更像是某种科技装置 这些科技装置可能就是与星际之门相关的机械和符号系统 这一消息引起了美国高层的极大担忧 他们担心萨达姆掌握了某种 可以改变全球力量平衡的超自然技术 因此美国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 来夺取星际之门这种超自然技术 一些考古学家和军事学家也都注意到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 沃尔城一致曾成为美军轰炸的目标 但令人不解的是 沃尔城一致这一地区荒无人烟 完全不具备军事战略意义 然而美军的空袭行动 却在这里留下了四个巨大的弹坑 这一现象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为什么美军要对一个考古遗址进行轰炸 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对沃尔城一致 有着更深层次的兴趣 这一疑问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进一步升温 当美军占领伊拉克后 对伊拉克的一些古代遗址 进行了特殊保护 特别是沃尔城一致 成为了美军严密守护的重点区域 美军不仅在遗址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 还投入了大量的考古学家和科学家进驻这个区域 同时大量工兵在遗址还进行着爆破作业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或试图封锁什么 不仅如此 还有传言说 有许多星际之门的关键机械装置 已经被萨达姆运送到了巴格达的皇宫内 当美军占领巴格达后 立即对萨达姆的皇宫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严密守卫 美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士兵 甚至将该区域封锁得如同铜墙铁壁 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无法接近 有人会说美军这样做很可能是在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神秘学者一致认为 萨达姆皇宫的地下可能就藏有星际之门的关键装置 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 美军不仅对伊拉克星际之门的关键装置纯鲜三尺 甚至那些可能与星际之门有关的古遗迹都没有放过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扩大 伊拉克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 尤其是当地的博物馆和政府收藏的古文物 成为了掠夺的主要目标 令人震惊的是 许多目击者声称 参与掠夺这些文物的并非普通盗贼 而是美国军方人员 他们不仅带走了无数珍贵的文物 甚至还将一些古遗迹都整个拆除搬运回国 尤其是巴格达博物馆成为了这一掠夺风暴的中心 该博物馆收藏了来自苏美尔 巴比伦 亚素等古代文明的无数珍贵文物 然而当美军占领巴格达后 博物馆内的物品全部不翼而飞 伊拉克文化遗产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更令人不解的是 许多被掠夺的古文物和遗迹都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涉及古代文明的神秘技术 宗教信仰 甚至是与古代天文学有关的遗物 许多人怀疑 这些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历史意义 还可能包含与星际之门相关的内容 然而随着伊拉克的局势逐渐平息 大量从伊拉克掠夺的古文物 开始出现在欧洲黑市 甚至是在暗网中流通 然而这些文物的交易异常短暂 许多参与买卖的商家突然集体销声 这种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背后阻止这些文物的交易 有一种理论认为 这些文物中可能包含某些不为人知的技术和知识 甚至可能揭示与人类历史和宇宙相关的深层秘密 因此这些被禁止的知识是绝对不允许散播的 尽管当前主流舆论对伊拉克战争的解释 全部停留在石油 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层面 但背后隐藏的阴谋和未解之谜仍然让人不禁思考 这场战争不仅导致了伊拉克的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破坏 也让无数古文物和遗迹神秘消失 许多人相信 这场战争的真实动机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控制中东的资源 而是为了掌控超越现代理解的古代科技 特别是与星际之门有关的技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